上个星期轰动全国的槟城女书记惨遭奸杀后 在奸尸的案件有了最新进展 涉案的印尼男子今天被带上法庭 面对一项谋杀和两项藏毒控罪 但是他否认谋杀 只承认藏毒罪 另外 昨天在首都医保路发生的恐怖连环状意外 警方证实肇事罗里斯基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将延扣他四天协助调查 来看相关消息 现年29岁的印译嫌犯记录巴卡燃 因为涉嫌谋杀和藏毒 今天被控上北海威省市政厅法庭 根据控状 被告在上个月28号的凌晨3点到4点 潜入40岁毒居女书记李灵蒂 位于威南找一次服务员的住所 多次强奸和击奸受害者之后 再将他掐死 随后还多次监尸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处绞刑 认藏毒但否认谋杀 基于被告涉及严重谋杀指控 法庭不允许他保释外出 由于死者的解剖和化学报告还未出炉 案件则定11月8号重新过堂 首都以保路一辆再杀裸里 昨天失去控制 猛烈撞击前方五辆 正在等候红灯转绿的无辜轿车 甚至导致一辆黄色第二国产车麦威 惨遭加贬 车身全毁 吉隆坡交通调查局执法组主任 沙里福丁助理总监今天证实 现年25岁的嫌犯并非酒驾 但是尿剑结果对冰毒和安非他命 呈阳性反应 因此警方已经取得法庭批准 严扣嫌犯四天协助调查 这起害人的连环状事故 波及多辆轿车 奇迹生环的麦威斯基 昨天一度被卡在车内无法动弹 最终在众人合力协助下才脱离险境 被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其他车主则是在经过检查后 证实毫发无伤或准出院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